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区中观看我的视频 木耳的形状原上人的耳朵,所以被称之为木耳 是寄生在枯树上的一种食用菌 木耳是一种有名的山珍海味 被营养学家称为是素中之王的 还有素中之婚的美誉 说明木耳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可以与荤食相媲美 黑木耳的功效有很多大 第一,能够清理肠胃 黑木耳含有比较丰富的植物胶原成分 植物碱以及大量的活性酶 这些物质有比较强的吸附作用 对于日常生活中 如果不小心吃入了一些沙子 头发,金属线,木渣,穀物类等等 能够溶解还有分解的作用呢 经常吃木耳 可以清理人体的消化道 清理肠胃 第二就是 可以排出结石 黑木耳中还有一种物质叫做植物碱 植物碱能够促进人体的消化道 泌尿道等等 腺体分泌的物质 植物碱就和这些分泌物一起催化结石的 使肾结石或者是胆结石排出体外 第三就是可以排毒还有减肥的 木耳中含有比较丰富的植物胶质 一种叫做多糖体的物质 多糖体是一种天然的滋补身体的物质 黑木耳中含有大量的山石纤维 这些物质共同的作用下 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 有助于人体肠胃中 毒害物质的清除还有排出大 可以预防便秘 而且能够预防结肠癌 除了毒害物质之外 能够促进肠道内脂肪污质的排出 减少人体对于脂肪的消化还有吸收的 有助于减肥还有预防肥胖 并且吃木耳可以美容养颜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本草纲目》中记载 吃木耳可以去除联合的黑斑 潤肤防止皮肤老化 每天吃一些黑木耳 具有去斑养颜的功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黑木耳的药膳汤 经常食用可以和好的蛋化脸上的斑斑点点 润泽肌肤大 我们先准备一把黑木耳 放入水中 加入一勺面粉 再来一勺白糖 抓拌抓拌 浸泡10分钟 把木耳泡开 泡发木耳的时间 准备一把一米淘洗干净 一米被称为世界核本科植物质网大 营养机体的丰富 一米当中所含的新元素 能够有效地抑制癌细胞的繁殖 有助于治疗子宫颈癌的辅助治疗 健康人吃一米可以使身体清洁 减少肿瘤的发病概率 以脾虚施胜消化道肿瘤大 在日本 一米被堪称为典型的抗癌食品 一米当中所含的多种维生素 矿物质 有促进新群代谢 减少肠胃负担的作用 可作为病中或者是病后 体弱患者的不易食品 一米当中含有一定的维生素E 是一种美容的食品 经常吃一米 可以保持人体皮肤的光泽细腻 消除粉刺色斑 改善肤色 一米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 这些营养物质 可以防止脱发 营养头发 使头发光滑柔软 一米的主要作用是 健脾去湿 特别对于身体失去重 经常困倦乏力 头领比较油腻的人 特别有帮助 我们加入清水 把一米洗干净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把百合 很多人都知道 百合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长久以来 正值了百合 确实有红润肌肤 细腻肌肤 排毒 滋润皮肤的作用 也像皮肤干燥的 可以多熬一些百合粥合 这样对皮肤干燥 能够起到很好的改善 百合营养价值高的 富含蛋白质 以及甲 铁铁铁和维生素B 维生素C等物质 对人体大有好处的 能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从而使皮肤 从而使皮肤细嫩有光泽 防止皱纹抗衰老大 一般用百合 莲子 绿豆熬煮粥 做成了百合茶 百合面膜 食用 真的是效果比较好 百合作为一种中药 主要的功效 宁心安神 补血液气的功效 所以能够缓解人们心烦意乱 食欲不振 同时它有清肺热的作用 所以能够有效的 止咳化痰 百合胃肝 性微寒 入肺 心 胃经 有润肺止咳 阴心安神 滋衣 养胃 妨害 抗痰的功效 百合胃肝 性偏寒 百合中含有许多的黏制物质 可以起到清热润造 止咳化痰的作用 对于肺热 燥热引起的咳嗽 痰多 很有好处 再准备少许的生姜 生姜还有姜辣素 姜桶析等活性成分 可以促进代谢 有利于减少黑色素的沉淀 像平时爱美的减肥的人群 都可以使用一些生姜 泡茶水喝 或者炒来的揉放一些 可以很好的去淡斑 美容 滋补身体 而且又能够暖身暖胃的 尤其冬天天气寒冷 可以多使用一些生姜片的 接下来把我们准备好的所有食材 倒入锅里面 加入清水 没过食材 中小火 闷煮20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这做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来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都说前面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闷煮好之后 就可以直接喝了 喝的时候不需要放糖的 喝的时候趁热喝 效果会更好 口感也不错 经常喝这道汤 具有很好的补血 养颜 为白去斑的功效 可以有效的减轻黑色素的成绩 延缓皮肤的衰老 保持皮肤的年轻状态 比市面上卖了一些 抗烧热的保健护肤品还要管用 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做法比较简单 效果特别的好 每周喝上两到三次 皮肤的斑点满满的淡化了 而且整个人选得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有气质 皮肤光泽又弹性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有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 和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